今天做一道肉签子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外酥离诺 咸香适口 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 做法也很方便 首先准备一些肉末 三肥七瘦是最好的 放上葱花和姜末 调味放上盐 鸡精 胡椒粉 料酒 生抽 老抽 以及蚝油 先搅拌均匀 让肉咸入味 然后加上水淀粉 再次搅匀 加水淀粉可以让肉馅更紧致一些 打上三个鸡蛋 干淀粉用水搅开 搅成这种偏稠的淀粉糊 也就是非牛顿流体 倒在蛋液里一起搅匀 锅烧热 用纸巾在锅面上 吐上一层油 放上一勺蛋糊 转圈 弹成一个薄饼 边缘翘起来之后 再翻个面 蛋饼就做好了 把肉馅铺在上面 然后卷起来 边缘处用蛋液封口 最后斩成小块 两头露出来的肉馅 蘸上干淀粉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五成油温下锅 用小火慢慢炸 把肉签子炸熟 炸透 外表金黄酥脆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做法简单 但是却非常好吃的肉签子就做好了 咸香适口 万苏理诺 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 喜欢的朋友赶快收藏起来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我 每天都是家里的味道 咸香适量 meets